当地时间6号下午 国务院总理李强 在印尼对华合作牵头人 统筹部长卢胡特 交通部长布迪陪同下 考察雅万高铁 在听取雅万高铁建设情况汇报后 李强指出 作为东南亚首条高速铁路 雅万高铁是习近平主席和左科总统 亲自关心推动的 中印尼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旗舰项目 是地区发展中国家 携手迈向现代化的成功范例 双方要精心做好各项准备 确保高铁高标准开通 高质量运营 李强随后试乘雅万高铁 并考察了卡拉望站站台建设情况 他表示 高铁不仅缩短了城市间的时空距离 还会带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为沿线经济发展赋能 中方艳同艳尼分享成熟经验 共同做好高铁星夜星成这篇大文章 双方要再接再厉 继续在本地区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合作中领跑 为两国人民福祉和地区发展繁荣 贡献力量 雅万高铁连接印尼首都雅加达 和第四大城市万龙 全长142公里 设计最高时速350公里 是中国高铁首次全系统 全要素全产业链 在海外落地 吴正龙等参加上述活动